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看到的是在辽宁安山奥体中心举办的中国银行被2018年全国乒乓球警告赛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单打的决赛 我是本次比赛的解说员陈思思 各位一词解说的是李贵荣 李老师 还有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前队员白石老师 两位老师好 思思好 白石老师好 李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看现在场上运动员是赛前训练 像这种决赛级的已经进入多少决赛 两个人的发挥已经显得非常重要了 对 因为你要是说有一个什么超长的一些发挥 或者超长的一些超常规的一些球出现 我觉得在这种比赛里不是特别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因为第一个呢 两个人的情况都非常熟悉 第二个呢 我觉得在这种比赛的为了保证 双方运动员的那种稳定性啊 包括一些记载数贯彻的这种执行啊 两个人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 首先由方博发球 漂亮 你看女运动员上来就是试探 或者是上来就是感觉发一发看一看 男女运动员上来直接跳 真刀真枪,马上就是偷雄必见 比的就是技术,比的就是自己的真东西 这个时候,节奏非常快 对 三比二,放博领先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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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5比3 两个人的节奏啊 包括场上的这种 攻防转换的这种频率 的确非常快 可以说是转性即逝 两个人在攻防转换里面 都有调整都有变化 两个人在这个比赛的 这个相持防守转进攻 包括那个 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梁静坤和方博的正手 都相当的厉害 背动了方博 漂亮 哇 是的 方博还非常自信啊 对啊 非常自信 在对他的后半程 后面两个球里面 方博其实 刚开始 我觉得 方博是被动的 但是非常 方博非常相信自己的正手 嗯 嗯 嗯 好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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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相比刚才打了这么多板 得一分 这个赤罚球是有一点 就觉得这么简单 就失误了 对 对 六比六 欧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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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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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8比6 方博的失误有点多了 对 最近几个球是 平平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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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我说 看看方博这一次的发球 现在已经9比8 如果他再剩一份头 我觉得因为现在场上方博没有明显的优势 反而梁静坤呢打得非常硬了 对 即使是防守都是很硬 哦啊 漂亮 哎 方博这个发球好的特点呢又显现出来了 是的 好的 一般啊 方博这个变化的发球 通常会在第四局左右出现 这个也是没办法 提前发了 对 你看方博这个变化的发球 我看9比7他这个两个发球虽然都是勾着手 但他落点不一样 第一个落的是梁静坤的中间偏右一点 第二个落的是梁静坤的 有点偏于小山脚这一边 对 哇 连续得分啊 是 所以现在是方博率先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嗯 你看方博这种特级运动员啊 真的是 好多后 比如说后半程后手球 啊 包括你有些球 你真的很难 算得到 很难想得到他后面的球 会出现什么情况 对 哎 实比实 其实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就可以上了 因为我们方博是92年的 梁静坤是96年的 所以 对于梁静坤来说 他打 还算新的一批 这一批的运动员速度都会比方博92年那一批要快 嗯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 两个人在这场比赛中第一局比赛里 把所有的技术战术啊几乎都体现出来了 对 啊 哇 这个 插边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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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插上 没有 因为我看梁静坤指了一下 我也 哦 哦 哦 梁静坤坚持是插边 哦 梁静坤坚持是插边 哦 啊 继续比赛 啊 哦 梁静坤坚持 要看回放 继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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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裁判 现在是堅持他自己的这个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看一下现场啊 对 梁静坤 Iya 继续比赛 嗯 继续比赛 往后 哈哈 继续比赛 Và blended 主裁判最终判决是不可逆转的 对 但我看方博好像是 可能会不会有意做一个失误呢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方博 是的 毕竟这样的决赛里边嘛 还是说每一分都很关键 因为从我这个角度看刚刚那球 你要说插边的话 也的确有可能的确有可能 但是 我需要您帮助我 变得更好 感谢观看 自己的变化 我们看方博尔现在 第一局比他消耗的大 方博尔很多 我认为消耗方博尔很多体力 对 他已经是落后三分的情况下了 追评 方博尔应该我觉得应该拧起来 应该第一板球上手了 第二板球跟得又紧又快 而且方博 你看他第二板球 做完动作以后 他打梁静坤的那个点呢 稍微偏中间了一点 不要梁静坤特别合理的 把球处理过来 他危险 这个就看着就危险了 是的 漂亮 因为对方博尔来讲 他很清楚 再上来的时候 他连不上了 这个球如果再不一个 再拿出质量的话 他下一板球 他还是被动 他这板球选择的 我认为还是没有什么毛病 对 啊 你看动作有点 动作有点大的 不要拉手 到前面直接就往前滚 就可以了 啊漂亮 发球之夜得分 嗯 哇 漂亮 这个相持也就看得出 方博还是节奏上慢了那么一点点 梁敬坤的速度更快 漂亮 但是方博打球就是特别的细腻 他在每一个阶段发什么样的球 我要怎么来接 这个路数应该都是经过了大量的前期阶段 就是这样 发接发的环节里方博处理的的确要比梁敬坤要稍微细腻一些 但是方博在发接发的这个环节里 他的质量同时也得到了有效的这种保障 主要是梁敬坤现在在后手球 包括在后边的相持啊 包括对攻啊 包括攻防转 他这几个球里面处理的质量并不是很高 他不像方博这种 他想把节奏拉起来 他就可以他想把节奏打起来 他就可以打起来 他想把节奏放慢 然后回头的话再转攻 从攻防转换上 这个体系里面 他一直都有质量和旋转的牵制 始终保持一至两分的领先 梁敬坤一直在 一直在压着 在比分上一直有 一直有优势 有那么一点点优势啊 我跑过了 按照这种相持的节奏就一定是梁敬坤有优势的 对 尤其如果比赛再拖到第四局以后的话 感觉梁敬坤就有使不完的劲 对 特别壮实 哎 但你看 方博就是特别细腻的这些小的事情上这些处理 嗯 就会觉得虽然我相持打不过你 但是我也不落太多的分 嗯 而且 方博的正手其实是不落下分的 嗯 7比5 7比5 现在由梁敬坤发球 看看这轮发球 球下 拧起来 哎 嗯 从这一局的比赛呢 我觉得 两个人 谁先能把球的质量 第一板球和前三板球的质量先加起来 先啊 先做出来 两个人谁谁能回头上风一点 嗯 哦 漂亮 稳住 小心方博尔反过 这一局有点悬了 是的 现在9比5 嗯 梁敬坤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10比5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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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比五 第二局 帮回一局 双方打成一比一平 一平平了 我答案 我答案 我可以找到这条文法 我答案 你想要 我答案 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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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波一定要体现自己这种大将的这种大将之风啊 打出一些希望方波能打出一些高级球超级球 但我觉得现在呀 梁静坤的这调整已经把它的这个力量速度已经上来了 它不是那么工于算计 球处理的没有那么细腻 我单纯的就用力量来冲破你的这种紧密的 缜密的那种规划 其实第二局梁静坤在发球前是经过精密的算计的 我觉得他每一个球都都是打得非常的合理 也就是导致他第二局能顺利的拿下 漂亮 这本球就好像泰山压顶一样 那球过去就不起了 对 大胖的力量确实厉害 是的 2比2 漂亮 我觉得打入梁静坤那种很稳很稳的进攻里边 其实方波是蛮招架的 但是前两个球不一定 你的反手扛不过梁静坤的正手 对 就是他们俩的正手对攻是最漂亮的 嗯 哦 谢谢 你现在场上现在打到这种情况的话 方波如果说想 如果说想把比赛拖到 拖到对于自己有利的这个节奏上呢 我觉得应该方波把节奏应该带起来 应该主动把节奏时间差 包括时间的那个点啊 把这个几个点啊 包括自己的质量啊 包括节奏 包括速度啊 都应该把比赛拖到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节奏里 对 然后呢 把啊 你看对方 对方加力的时候 方波其实没有 没有说 对 退得很远 应该方波再往前顶一下 或者说通过过度以后再把力量再加起来 对 现在的这个节奏我会觉得对梁静坤来说更有利 是他更更适应的这个节奏 对啊 因为梁静坤他不退台 而且梁静坤现在把能把方波打下去 能打到后边 打到后台那边 你看一直在前面感觉扛 一直在前面扛 对 相反有机会梁静坤还能把把力量加起来 加上去 然后方波稍微 哎 没调整好以后 然后方波就退退到后边去 对 对 拿起来 哇 漂亮 看我们在第一局里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两个运动员的一个水平的全方位展示 嗯 那在后两局再想得分的话可能就会看到他们单一的某一个方面更精湛的一些技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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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已经又重新回到了6比6平 太不容易了 对 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期跑线 对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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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oud 这个对 方博没有说把自己的战术意识 包括自己的节奏 一旦形成不了自己的局面以后 他就会循述学改变了 而且章博还是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一些技术 自己的场上的一些感觉 对于双方来讲 这是一场苦战 对 心理的较量和 意志品质 意志的这种坚定 我觉得还是最大的 我觉得整体的实力上 还是势均力敌 那这时候你想拿分 你就要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 可能说我心理上 我再一个球获胜了 或者是我的计划 我这个发球强攻 我更连贯我就可以得分 因为你在场上 如果没有很成熟的一些技战术 如果没有一些非常有把握的一些成功率 稍微有转瞬即逝 稍微你产生了一点动摇 一点变化 很有可能就会造成 整场整局的比赛 就是一两根关键球点也会这样 现在是梁敬坤 7比9领先 方波发球质量很高 哇 漂亮 方波这个球应该还会发的一个正手 或者是中路一点的车下拳 所以现在方波的一个失误 梁敬坤拿到了第三局比赛的局点 10比8领先2分 而且手上有发球权 11比8 梁敬坤第三局获胜 10比8领先2分 10比5 5领先2分 6领先 7分 9分 1分 12出现 20 gio 第四局比赛 好球 方博加油了 对 如果要是说在第四局的比赛里面还拿不出一点自己的特点 如果打不出自己的特点 打不出自己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 第五局的话我估计也很快 谢谢大家 好了 谢谢大家 方博好像有点 感觉他这一局打得有点飘 对 觉得球打得方博这边有点吃不住 好 他这局的相持方博一直在失误 梁静空得的四分都是他失误 对 好像差了一点什么 跟第一局相比方博第二三局确实失误有点多了 当然梁静空回球回的质量高也是一个方面 但是造第一局刚上来的法会 所以方博应该可以接到回去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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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精彩呀 是的 这个两个运动员的水平必须得达到这么一个高度才能拉开这样子的对决 梁静空在看大屏幕上的回放 梁静空就坚持这样打我估计梁静空 对方博的体力应该支撑不了太久 主要是方博现在的确拿出来几套或者是几种有效的赛数或者有效的成功 好漂亮 打一些成功球或者成功的一些办法 嗯 可以说是方博现在已经把自己该打的该发挥的该做的在场上都已经做出来了 嗯 但是依然没有一个非常 有效的 直接或者是非常 打出来自己属于自己节奏的一些球 没有说把自己的完全的 完全的场上 能领着领着自己的自己的战术自己的思想在场上去做一些自己有一些驾驭性很强的一些东西 嗯 就是这一局的相持方博就是明显的下方 对 然后比分拉开还有梁敬云有一轮发球的那个发球抢功 两板得了会 这球刚刚我听到就破了 哦对 嗯 这是一个激烈的 把板边以后打到天上的时候那一身 就换了一个新的球 嗯 需要可以练习一下 适应球 4比7 4比7 方波方波方波现在才中间上中间发球但方波的经验真的很确实很丰富这场球有几个球啊像 经验球的处理啊包括在打一些成功率搏杀的时候他这种带着一些防守在进动作的时候带着一些带着一些很保守的一些技术跟跟着一起进去 嗯 嗯 这个的确是方波的优势但是现在呢才第三局比赛是7比5落后从第二局开始梁敬坤就是一直有一两分的优势一直在压着方波 现在方波老靠经验也不行他必须要他经验固然很丰富基本功很扎实包括在处理球和环节处理球的环节里啊相识他就来了啊 他他把力量能加进去的时候然后还能从防守相识转到进攻啊这些都是可以但是在 但是在梁敬坤那里呢他非常坚定打自己打自己的一些啊在进台然后坚持着自己的速度自己的变化还有节奏时间差来打来打方波的一些 用弱点来牵制方波 整个这局的这个相识里边啊方波还是失误 方波没有动啊也虽然他有跑位啊但是都是一些小范围的但是你看梁敬坤几乎都是站在那里打 对如果要是让梁敬坤能动一动他往那个左边右边稍微掰开了以后然后方波还能 他的回球质量也会下降一点对有机会反攻的稍微下降一点正手方波正手就能拔开手的话会 会好一点对8比6好方波依然是这个正手位发球 漂亮这个突然发力还是挺奏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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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开要追上了对对方反手一板 又是两分的差距 因为现在已经9比7了 这每一分都显得弥族珍贵 对方波是第一局赢了 然后被梁静坤连搬两局 现在是第三局 第四局 侧身 漂亮 方波侧身 包括方波主动进攻的环节里面 他的动作非常隐蔽 真的非常隐蔽 我觉得啊 每个动作非常努力 正手他动作他想加旋转 他想加速度 他都可以在一秒或者是零点几秒之内 马上就把这个动作和这个节奏就加进来 对 这个方波的确体现出方波正手的这种 这么多年的训练 基本功的那种优势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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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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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好 好 好 我可以 抽一个底线 好救 这次演9比10 你还不上手 是的 犹豫了 你这时候应该上手 是的 这一个小小的犹豫啊 梁静坤就赢得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现在是3比1战时领先 胜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局比赛开始 这一局比赛的话 看看我们防摩有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或者能打出一些更高级的一些球 对 好球 漂亮 好球 谢谢大家 漂亮 哎呦 用机球直接擦边了 你看方博的第一板凡手起 包括他的正手质量也好 他这个动作里面 包括他的过来的球啊 他都带着一些 就是都带着一些 非常常 非常规的一些旋转 对 你包括机球的声音 方博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个很懊悔的动作 确实失误的有点可惜 这局开局对方博还是很有利的 他比分好像错了 嗯 哦 他那边给错 嗯 场上比分4比2 方博领先 对 一比较 一比较 谢谢大家 好说 这直线 是的 能力的体现 能力的比拼 真的是 双方运动员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乒乓的一个 视觉盛宴 这么一个盛宴 对 真的这样 在飞行 梁静忠 加油 好 这样梁静忠把比方追上来了 6比6 我们看三中队的郭克力指导叫了一个技术暂停 白石老师您觉得郭指导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首先郭指导会对他在战术上和技术上 特别是针对方波系列目前的心理 他不会说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的情况下 他会对他台内球前三板 还有对方波这种第一板起来揭发发揭发的环节上 会做一些战术性的一些布置 还有一个就是希望方波能 我觉得应该是方波还会有一些高质量的一些技术 或者是说高级球 应该帮方波梳理一下 帮方波重新捋清一下 自己应该在哪方面着手 应该在哪方面在下一个回合 下一个下一局比赛里面 暂停结束的比赛里面会怎样去做 郭指导应该在这方面会跟他多说一些 对 因为这一局里面其实方波也打出了几个高级球 我们看方波现在还是一直没有用他那个勾手发球 还是在发他的那种正常的旋转 扯拳 摆短 插帮 插帮 上手 往前站 梁静坤还是顶住了 对 梁静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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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晓 lun 对 漂亮 全力一击 但是这个就没打上 刚刚那个球 真的是在做最后的请述 如果要是成功了8比7 如果不成功呢 上波可能也就放弃了 也就很难翻盘了 漂亮 7比9还有机会 是的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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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没有把 没有想把比赛调整到 再慢一点 节奏快慢的一个节奏里 还是 依然还是想正常打 正常发挥 嗯 依然保证了比赛的进度 漂亮 这个真的全都是靠作战经验 算计的特别精细的这个球 不过 好 梁津坤的教练叫了一个暂停 对 嗯 队员在场上拼 教练也在场下斗法 好 马晋坤的教练叫了一个暂停 对 队员在场上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样10比8梁金坤就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 对 两个都是硬汉式打法都是靠薄杀来的 取胜的队员撞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是 有那种寄生于何生亮的感觉 是的 哇 没有完全失误 方伯 虽败犹荣 是的 最后也没有放弃搏击 同时也祝贺 同时也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